歡迎來賓 Let's go 歡迎來賓 我們祝你VL二雙獎名 接下來的健美好組二雙獎名 接下來介紹的是 女來戰場二雙 歡迎收看光樂製作新 決戰海特首 運動人大集合 今天就是運動員了 對不對 舒子晨 劉璇 這是大集合常常出席 對啊 運動健將我們都知道 但是劉璇是籃球的青春 女來娜 HBL選手 對 接下來健美好手 健美好手 佩旭 佩旭 將你好幾年練了 對 近兩年 你有去參加比賽嗎 對 業餘選手 可是你演戲也很好 為什麼突然想要再健美這方面 我有點想要 因為我前幾年生病嘛 我有點想要就是 接下來的人生我去完成一些 我可能還有機會可以做的事情 對啊 就是不想要讓這個留白 不想要遺憾 你也是專業比賽 好 這個我好朋友娃娃姐 嘿嘿 今天是怎麼會穿外套呢 穿外套 他是要給我們驚喜對不對 你絕對是有驚喜刀的好不好 好 來 來 出來 比賽 天啊 兩個 娃娃還不輸你配戲耶 不輸 不輸 他是我的最佳戰友 對 因為老實說呢 就是如果我找這個團練的隊友 他是我台灣裡面唯一一個女生朋友 沒有加槓片 我跟他對練 我們是不用換槓片 對 他做得跟我一樣重的意思 這屬於重訓對不對 對啊 很強耶 很強 劉璇當場比賽 對啊 他嚇到 好像一根牙籤喔 突然覺得我自己 蠻閒細的 對啊 我可以在你們兩個中間錄影嗎 可以啊 沒有啊 突然覺得你不要 我們剛剛覺得這台子有點帥 不是 因為我瘦 你知道嗎 很像耶 因為我每次在人家旁邊 我都超大隻的啊 對啊 接下來女籃上場 女籃上場 新戲 對 這是新戲 客家台 對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是 女籃的故事背景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徵選了 他100位選8位 8到12位 上的都是完全沒有演員底子 但是很有籃球底子的 都是 幾乎都是選手 這樣一個觀眾很新鮮的感覺 對 都是女孩 那你手上這個要介紹 我們是3月22號 晚上10點鐘 每週一週二的晚上10點鐘播 然後這是全亞洲第一部 以高中女子籃球聯賽 為主題的一個電視劇 但是這是客家台的播出 客家台我們說客語 啊 那他們怎麼辦 我們全部都應練 他們超厲害 對 因為我知道好像有專門老師在旁邊 對 我們都會有一個客語老師盯全部的 所以客語發音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聽不懂客語的朋友也沒有關係 我們都會有字幕 對 對 大欄Q 大家期待 女孩上場 謝謝 拜託大家請選手比較好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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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馬上進行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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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傢伙叫五萬球 五萬球 五萬球 見面好手 來 五萬球 既然你們五萬 我們不能少 加一點點 六萬球 六萬 六萬球 語然上場 來 七萬球 七萬球 不管是保養變大 還是保養變小 我們應該都有相關的嘗試 七萬球 是五六七 好 來 請出題 計時開始 請做答囉 可以去馬上說有疑慮 但是你們答案公布之前 先小聲討論 以免被其他對的猜到 對不對 會抄你答案 但是等一下公布答案 我們會問你 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對的 好 五 四 容易變胖 二 請做答 來 公布答案 來 立 配信 好 有沒有 這樣對 擦擦看 好 BBA就是說 邊走邊吃會胖的有兩組 運動完馬上進食 是女人上的 你們認為是這樣 對 因為 我現在覺得這個題目有點難 因為會變胖 可能意味著是體重肌上面的重量會變重 那如果我們是在運動完之後馬上進食的話 我們會長到我們的肉上面 是 就不會變成脂肪 那我們的重量還是會變重 所以變胖 有可能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樣會變胖嗎 反正他們選擇這個 這個也是配去他剛剛的魷魚的問題 對 對 對 因為在我們的理解程度裡面呢 運動完馬上進食 有可能會胖 有可能會瘦 因為 你要看做什麼運動 或者吃 有氧 或者吃什麼 對 或者吃什麼 還有有氧的訓練 所以光是A這個選項 就充滿著千萬種疑慮 變因太多 所以陷阱在啦 對 所以我們就比較偏向於從B跟C來選 那至於為什麼選B呢 因為邊走邊吃就無意識 那其實吃東西是要有意識的時候 腦袋才會讓你的肚子產生飽足感 你才知道進食了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 邊走邊吃會吃很多 對啊 因為人家說咀嚼 你只要咀嚼久了 你的那個腦 就是你的大腦神經就會告訴你 我飽了 我就不會吃過多 可是我邊走邊吃 我可能東看西看啊 講電話啊 不知不覺就吃完 那有一種看球賽更享受 對啊 看電影 看電影吃爆米粉 對 看那個職棒 大家不是麵條吃完 漢堡 漢堡吃完啤酒 成長的一個球賽 三四個鐘頭也沒停 也是翻新啊 其實也是跟邊走邊吃的感覺 是蠻像的 對 就翻新 只是沒有說看球賽邊吃 那你選這個 對不對 很爽啊 很爽啊 啤酒那罐 你們也選擇 對 因為我們覺得邊走邊吃 你有可能會顧其他的事情 咀嚼不夠 狼吞虎厭 而且容易這樣 一直看手機 對啊 吃完就這樣 然後你手機忙完了 我剛好吃嗎 我剛好吃嗎 好像沒有 好 再買一個汗吧 好 站著吃飯沒人選 站著吃飯 很多人 很多人站著吃飯 這很快 力吞嘛 對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邊走邊吃 來 請請 對 所以剛剛娃娃有提到的 沒有意識 你那個大腦沒有傳說 我已經有飽足感的 這意識給你的身體以外呢 其實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吃飯不夠專心嘛 那不夠專心 就像剛剛子晨他們講的 你沒有好好拒絕 那還有一點是 你邊走邊吃的時候 你身體在動 所以你大腦又會有一個錯覺 跟你說 好像我正在消耗能量 所以你可以再吃更多喔 對 就會有很多不足 錯誤的訊息 來 剩下 7萬塊 再賠6萬 謝謝 這裡 5萬喔 謝謝 所以現在是 娃娃這26萬 先贊金第一了 來 第二題呢 它是個表演題 我想先不要先下組 先看完表演 我們再來出提示 好的 好不好 來 請出表演者 來 歡迎紀詠勳 紀詠勳 精采的表演喔 世界冠軍 他是世界冠軍喔 對 世界冠軍 2020西班牙國際馬戲大賽 完蛋了 完蛋了 真是苦驗啊 了不起啊 執行長最高蘇龍甲 而且... 有幾個禮拜沒看到他了 風力依然實在 而且他在球學期間 2009到2014 連續五六年呢 這個都是... 核龍甲賽的冠軍 小男腰 帥耶 真是世界冠軍 速度又快 很快 它速度非常的快 真的好快喔 對 每一次的灰桿都很殆勁 你看它一邊要控制一邊的平衡 另外一邊還要不停的斷 單手... 現在要三個 三個很厲害耶 好像綁織機喔 對啊 很像是瓦錐 而且有一個是騰空的 對 騰空的 兩個騰空 好厲害啊 太厲害了 這個心要很細耶 要注意到很多的方法 好 好厲害喔 來 精彩 詠勳來... 來 請到我們之前來 其實我因為我詠勳認識 好幾年了 對 他也一直在我們節目呢 這個玩各種遊戲 但是我後來發現他扯鈴真的很厲害 但是今天我獲得消息 其實更扯了 你是2020年的世界冠軍喔 對 西班牙國際馬賽 西班牙馬系大賽是最高榮譽獎 有很多獎項 但是這個獎項是由我 跟另外一個搭檔一起獲得的 剛剛就看這個 起碼99了吧 對啊 我們不要說打滿分啦 一定有點瑕疵 對... 瑕疵就是太帥 所以要扣一分 可以... 沒有啦... 你們不能太完美 對...太帥 那個殘腰那個 像洗衣機一樣 對啊 他腰好細喔 而且他那個殘腰很可愛 然後紡織機有沒有 他把台灣的文化帶上了國際 我們台灣有洗衣機 紡織機 要讓全世界認識台灣 對 用扯鈴的方式 是 我看得很感動 看完扯鈴之後 接下來這個題目 跟這個有關係 對... 他表演完之後 我就要請你們下注了 好 來 請 這個動作 這個是很簡單啦 一個嘛 對不對 很快 可以加到兩個嗎 一個鈴 還可以用手去掉嗎 手不痛嗎 很厲害耶 對... 摩角皮的感覺 對啊 三個 三個 這個不像... 這個不像紡織機上的 還會對著 跟著扯鈴的節奏 一線扯三鈴算多了對不對 一次扯三個算比較... 有一點難度 對... 對... 稍微大概練個一兩年就可以了 你要練一兩年啦 你現在... 你還一邊講話還可以分心 你現在好像煮菜師傅 我還要做出來 是 你好像在燒那個大威馬那種 師傅可以 謝謝 瓜哥你幫我放在地上就可以 你幫我放地上就可以了 放地上就可以了 沒有 我要自己轉他 他的意思是說 不要亂用腳 天啊 他要用什麼 可以喔 他要顧住了... 四個 好了... 你看啦 這樣就算失敗了嘛 對 好 接下來就跟這個有關 你們可以開始下注了 可以開始下注了 跟扯鈴有關 沒有... 跟你們無關 先不說要題目要什麼 對 但是跟剛剛這套表演有嗎 下注我才能出題啊 等一下請下注 那等一下26萬先下 那個佩旭先 我們目前領先啦 對 保守一點 保守求財 對啊 對... 天五萬就一萬 好 二十五萬的 舒子晨你們下 紫晨 你好不要 我覺得可以比他們多一點 這樣才有機會超車 對啊 對 你也不用急著超 只要求不落後太遠就好 九萬 這麼多 九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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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話來 來 十三萬 五萬九萬 這位聳聳客 不要被影響 可以 但也不要太近 第二題我們總共試 也不要太多 不要被影響 我就先五萬 對 因為有一組歸零 我們就進行淘汰賽 對... 五萬 五萬 五萬九萬 題目呢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四人 對 有四個零在空中 但四零是比較難的 因為像四零那時候我練 我花了整整六年的時間 才練起來 四零比較難 那板橋呢 板橋比較近 板橋比較難 這樣 對 板橋比較難 四零比較北 四零比較北 對 箭台那邊 你剛剛看他扯四個零嘛 對 好 世界紀錄扯四零八十一秒 今日挑戰世界紀錄能幾秒 你要考 你現在下得住嘛對不對 對 你們要先寫答案 對 破是一種 不破是一種 到八十一叫不破 因為是平手 對 八十二才破 八十二就叫破 所以你答案只有兩種 破 破不破 計時開始 你們覺得紀詠勳待會 扯這四個零 能不能撐過八十一秒呢 五 四 三 八十二以上就是破紀錄 包含八十二 來 請立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詠勳 不要真氣 只有舒子晨 劉璇覺得你會破紀 其實 其實我們很糾結 因為他剛剛一下就掉了 對啊 剛剛他 掉了 剛才煮菜煮太久了 可是你知道世界紀錄 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像你要挑戰才有這個紀錄 也有可能其實 很多人都可以過 而且因為他剛剛在邊走邊吃嘛 一邊還要講話 一邊還要他很分心 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放鬆我們的戒心這樣 製作單位派來 而且聽說你要就是 世界紀錄要來幫你紀錄的話 好像要花很多錢 對 要先花很多錢 搞不好很多人可以過 只是他沒有花這個錢而已 對 今天我們就見證他 到底能或不能 對 我們相信你 所以你寫的會破紀錄嘛 蠻值的 我相信你 你認為不會 大家都不會 因為如果破了 其實他就不會在這裡啦 破了還是可以來這個錢的話 真的嗎 真的嗎 世界紀錄保持人也是台灣人 是台灣人 對 但不是他 對 所以有可能台灣很多英雄 沒錯 加油勇迅 他就來挑戰 加油 他們兩個懂他 都知道會演啦 會做效果 沒有啦 他也沒挑戰過 如果挑戰他早就挑戰 他也很緊張 真的滿難的 可以嗎 勇迅 好 好 從什麼都開始算 就四個上 第四個零 第四個零開始上去 我們計時 不要打擾他了 你不要被外面影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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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囉 要暖身滿久的 因為那個車速要快 好 開始 很難耶 十秒吧 對 彈腳 好難喔 好厲害喔 他這個姿勢很高 他這個姿勢很高 對 對 監測平均 加油 20秒 加油勇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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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選V 那我們希望你破記錄 對 我們希望你破記錄 出了 出了 好難喔 好 開始沒有笑容了 鑽住了 尊重了 尊重了 可以的 要尊重了 40了 40了 一半了 走到一半了 加油 剛開始 尊重了 你可以贏了 你習慣了 50喔 50了 肩膀力竭 現在比賽來到 籃球賽 來到第三節 加油 穩住 60了 可以了 穿一點 穿住 這個很考驗手的肌耐 對啊 很厲害 肌力 肌耐力都夠 對 全台灣的觀眾朋友 來 氣死了 加油 不是 重點 你要挺住 你要挺住 新的世界紀錄 加油 多少 他累了 多少 好厲害 可以了 好厲害喔 你是不是 你有硬到82 他都硬了 很強耶 80 這個60秒加20 82秒 點35 他喘一下嗎 82點 他手在抖 其實真的 這樣一直這樣挑戰 其實有點累 因為四個人 每一秒鐘可能這樣抖 可能他抖個六七下 因為我剛剛側面看他的輪子 常常好幾次 四個輪都不同走了 對啊 我這邊看 對啊 很厲害 也是自己挑戰自己 因為我也沒有挑戰過 你沒想過 沒有想過 但我們電視台幫你留紀錄 也會允許大家注意 對啊 我們男生的電視台 比不上世界金氏紀錄嗎 剛剛從頭到尾 這個我們也是公平公正公開的 對... 是一個答案 對... 好厲害耶 我好感動喔 我嚇到耶 應該是把沒收的錢給他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沒收了十萬耶 還是我們三個輪子 謝謝紀詠軍 來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瓜哥 辛苦了 破棄了 厲害 來 先殺這邊 五萬 五萬 恭喜 感謝你對他 對他 他找一萬回來 找一萬 那真的是九萬 十八萬 太厲害了 來 掌聲再鼓勵一下 紀詠勳 直接冠軍 好 現在獎金是 三十四萬 二十一萬 剩八萬了 加油 要發了 第三個關鍵字請出示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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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不定動作體 大家出來猜 來 蘇紫辰 你們現在第一名 超四十萬 我們現在要丟四萬 三萬啊 他到時候會雙倍回來 對啊 好 那就三萬 三萬嗎 不要貪心 穩 穩 第三題 來 健美娃娃跟佩絮哥 多少 六 二十一萬 現在第三題已經是倒數第二題了 不行啦 調書包裝 九萬 九萬 好 你們呢 女藍 第三題你們是 十八萬 兩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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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下 走一下 這樣打廣告 對 三萬 如果他九萬 十... 他是十二嘛 十二兩萬 陸阿姨還追得上 好 來 請出題 剪刀 石頭 布 人人都會玩 根據研究 在一把定輸贏的情況之下 人們最容易出什麼呢 我知道 這個是個概率 這大家平常出什麼 來 計時開始 剪刀 石頭 布 為什麼剪刀 好險我們兩個出不一樣 如果我們兩個都出一樣 他們是不是就會覺得有答案 對 對 每個習慣不得 這很難猜 因為那是統計 數率 因為一千個人出得多少這樣 怎麼樣 五 四 三 二 一 來 請立牌 好 應該看得出來吧 要沒誰 剪刀 出最多的是你們 你們講的 為什麼 你覺得 實覺 這樣子 感覺出不一樣 然後那個石頭就有點太拘謹了 布又太放開 完全是直覺 娃娃你們選的是 B 我們剛剛討論是因為我們每次 如果真的要決勝負的時候 都習慣出剪刀 可是出剪刀就輸 所以我們就選石頭 我們猜兩個都是概率 剛剛出是這樣嗎 他們就選這兩個而已 對 石頭跟剪刀 對啊 因為被我們影響嘛 因為布感覺就會輸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不是啊 軟軟的 沒有 不是文藝軟軟的 因為布會這樣整個攤開 可能那個動作沒有像這樣 比較 力量 因為你輸的時候 對不對 你出這個很過癮嘛 出這樣也可以 給你啦 出這樣很像 數分五十十五啦 數分跳舞嘛 有時候會不然 對 所以不出負的機率 我覺得會比較少 對 對不對 舒子晨也是這樣想 我有看過這個新聞報道 他說 吳玉瑾的下衣是 你要跟人家剪刀熟布 他很容易出石頭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保護起來 我是想著 我是想著出石頭 搞不好還可以偷一秒 趕快變剪刀或是布 我知道 剪刀 石頭 就這樣 對 剪刀 石頭 剪刀 這樣再回來就 不是啦 你看我們加油 加油 不會這樣嘛 力量的感覺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給你好看 這樣難看 我給你好看 給你好看 所以應該是石頭吧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 正確答案是 B 石頭 Yea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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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加拿大有一個 世界剪刀石頭部會 他們就有做研究 他講一個最大的機率啊 就是說如果你跟他說 什麼都不要多想來 一把定勝負的話 大家都會習慣出石頭 然後如果是男生 男生出拳啊 那個第一個直覺也會出石頭 因為可能是因為搞固同的關係 他就覺得石頭這樣比較有力量 那我剛剛就出剪刀 女生比較多會出剪刀 可能你心思細膩 你心思細膩 為人體貼 對 我年輕氣盛 血氣方剛好 所以我們都... 你覺得女性 你覺得女性合法比較高 所以看完我們這個單元之後 大家以後找人家 參選都出步了 對 因為你愛出石頭嘛 對耶 對啊 那你就可以都出剪刀 要賠啦... 來... 要賠兩萬了 九萬 來 一隻雞肉 一隻雞肉 五萬 我們賠償多少 我們賠償 新年九萬 謝謝 三萬... 三萬 三萬給他們 恭喜 我們是鼓聲他們OE 來 你們現在獎金是三十七萬 三十萬的六萬 進入第四題 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題 大家加油 最後一題 還是三十七萬 舒子成要先下 請出是關鍵字 台灣零食 來 請下 為什麼你要零食 對 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的獎金 七萬塊 你真的很重耶 他先下嘛 來 健美好手 超快的 零食 六十萬一台車的十 他們應該要十萬 十萬 十萬 快去給我 一隻台車 十萬 三萬 那這第三組 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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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時候拍大二的時候 對啊 我今天穿的是青雲罐頭 好 吃就對了 對啊 第四題 請出題 台灣的零食有很多 請問哪一個零食的角色logo 是由真人改編的呢 A 小瓜呆翠迪酥 B 王子面男孩 C 浪衛仙小天使 計時開始請做答 我覺得是 這三個你們都知道 是嗎 都看過吧 張君雅小妹妹 沒有啊 那衛仙就是藍色包裝 那個小天使 是 他們比較少 哥哥叔叔 我 小郭帶也OK吧 四 三 二 來 請答案亮起來 請亮打 你們至少對一題吧 因為這比較 真的還是寫不出來 拼了 我已經聊了很久了 你寫得很好 我們沒有BBC 小瓜呆翠迪酥沒人選 選了B的有兩個王子面男孩 沛羽 對 王子面男孩 猜的嗎 我們真的用蒙的 蒙的 真的用蒙的 覺得那個年代 然後小天使好像不太像真人 天使的形象 剛剛你先 C先去掉 小天使就不是人類 改編 對 但他剛剛這樣一講 我好像有浪衛仙小天使的 那個廣告的印象 Oh my god 那你改啊 不要啊 你沒辦法改了 你改了 你有看過 我們也是瞎矇 可是我們覺得浪衛仙 這個Logo比較不有印象 製作單位應該會是用這個當答案 而且他說 真人改編裡面就只有小天使可以改編 對 因為小瓜呆跟王子面都是人 他已經是人改成人了 人改成人跟人改成人 因為他是按照真人去弄的 就是像那個 弄成突外的 不知道 我覺得直覺 浪衛仙 不會那麼簡單的 好 最後一集囉 請公布正確解答 B 正確答案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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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面男孩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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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珮旭現在四十萬 第一名 你們三十萬 你們十二萬 第一名是四萬 再加五萬 四十五萬 我的天啊 四十五萬的冠軍 來 接下來進行決戰海盜筒 決戰海盜筒 第一組四十五萬啊 四十五萬 對... 來 請就位 瓜哥 你穿這樣好可愛 我們真的忍不住了 我們可以玩一下嗎 怎麼了 玩什麼 要玩什麼 虎客船長 很久 你很安靜 你不好約 是嗎 你是很不好約 因為我不是虎客船長 對 他是虎 換你什麼 我是那個生貴企 他是牆尼帶瓜 對... 牆尼帶一步 一到四題可以求救 可以求救 從六題打完 如果過六關的話就四十五萬 四十五萬 來 請轉 來 佩絮先好了 手放上來 可以... 你先 命運轉盤 GO 什麼 難以... 文鞋... 文鞋... 差不多 可以 差一點 有了 文鞋 歷史地理 請出題 中國人愛吃辣 但其實辣椒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國 而是由誰在明朝末年傳入中國的呢 知道 A 西班牙商人 B 南洋島國進貢 C 傳教士思路傳入 即時開始 他竟然知道 這個不是可以好用的嗎 是西班牙商人還是南洋島的進貢 還是傳教士思路傳入 你們要討論 大聲 這個大聲的 明朝末年 對... 失誤 那個時候我覺得 明朝末... 明朝是不是正格下西亞 但是他下的是南洋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南洋島國的進貢 你有兩個方案 兩把劍在地底 如果沒插隊的話 第二個方案我覺得給我的好朋友娃娃選 你要選什麼 娃娃那如果... 失誤啊 傳教 也就是他南洋不對 你就要插失誤對不對 對 好 來 請插箭 來 對 好 過了 好 請 請插箭 什麼的地方 什麼的地方 傳教士思路傳入 等一下 不是 怎麼... 不是 不好猜喔 好難喔 這樣也不容易耶 我說真的 三選一 我們是要選出對的 不是選出錯的 留對的 我們就不會玩了 這可以再一次機會嗎 不行 要練習嗎 四十幾萬還有再一次機會 明代前中國新香料以花椒為主 史料記載辣椒是明代末期 由海陸從美洲秘魯 墨西哥 透過西班牙商人 經南洋群島傳入中國 也就南美洲的耶 對 對啊 對 南美洲很遠耶 透過墨西哥到西班牙商人 經過南洋島群島傳入中國 這很耐心 一開始辣椒主要是作為藥物 藥物使用 史料記載最早開始吃辣椒的時間 是在清乾隆年間 而普通開始吃辣椒 是延到道光以後 乾隆就已經有辣椒了 對 人家以為辣椒是藥嘛 後來變成食材了 來 第二組還有多少錢 30萬請就位 謝謝 好 好 第一組現在30萬 對 30萬也是重要的 也不低 如果真不行可以求救主持人 好 沒有用到沒有用到也浪費了 好 那我們不一定對 但是我們機率比較高 我們畢竟可以討論 來 搶賺 命運轉盤 GO 新聞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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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歷史地理 請出題 說到泰國菜 很多人會想到瓦城 但其實瓦城不在泰國 而是在哪一個國家的城市呢 A 柬埔寨 B 緬甸 C 越南 計時開始 這你應該知道吧 為什麼我會知道 你看起來很聰明 你們不是有吃嗎 為什麼我會知道 緬甸 可是緬甸離泰國是最近的 對 就在隔壁而已 對吧 好像是 有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 這種題目可能瓜哥一定知道 他感覺全部都去過 我覺得是緬甸 我覺得是緬甸 因為他跟泰國最近 來 請插芥 先緬甸 緬甸 緬甸 好 這說你知道了吧 對 他一般都吃覺得是泰國料理 所以就覺得瓦城 其實那個地方吃飲食都差不多 差不多 瓦城這個城市是緬甸中部 因緬甸歷史上著名的古都阿瓦 其在近郊 故旅緬華僑稱為瓦城 在當地緬甸人稱瓦城為曼德勒 該城是曼德勒省省會 緬甸的第二個城市 第二大城市 好 第二題了 請轉 命運轉盤 GO 來 新聞時事 好了 文學語文 請出題 我們會用掛羊頭賣狗肉 來形容表里不一 但這句話的典故 最早其實是掛牛頭賣什麼肉呢 A 馬肉 B 豬肉 C 鹿肉 計時開始 蛤 蛤 這個 掛牛頭賣什麼肉 可是如果這樣說 因為牛是有靈性的 好像馬也是有靈性的 對 鹿更有靈性啊 是嗎 對啊 對啊 鹿更有靈性啊 掛牛頭賣鹿肉 可是唸起來不順口 掛牛頭賣豬肉 牛頭馬 你讓他掛牛頭賣馬肉 因為掛羊頭賣狗肉 它是形容表里不一 就是你賣這東西其實你不是 然後鹿肉跟馬肉 我覺得都比牛肉貴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豬肉 來 請插戒 應該對 3 2 1 豬肉 喔喔喔喔 小心喔 來 來喔 劉璇你要想一下 請插戒 3 2 1 馬肉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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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們啊 沒有求救 是 一定是馬肉 為什麼 你看啊 掛羊頭賣狗肉 狗肉就不... 大家吃狗肉很奇怪 所以掛的羊頭絕對還是可以吃的 對 一定是合法掩護非法 那個豬肉是合法 它就豬肉就賣啦 何必掛了這個什麼牛頭賣豬肉呢 鹿肉也是可食性的啊 一般馬是行為... 因為以前的人打獵就獵鹿了嘛 但是馬是他們的交通工具 所以很少會吃馬 對 所以就是合法掩護非法 所以應該是馬肉比較符合對的 在燕子春秋記載 麒麟宮喜歡看宮中女子扮男裝 引起民間的仿效 謂為流行 藉禁止宮外這樣做 燕子就說 你這樣做不像外頭掛的牛頭 裡面卻賣著馬肉是一樣的嗎 對不對 麒麟宮聽懂 便下令禁止宮中女性去辦男裝啦 果然不久 女辦男裝的流行就退燒了 這個故事後來跑到了佛教經典裡面 五燈會員裡面 只不過是牛頭變成了羊頭 馬肉變成了狗肉 掛牛頭賣馬肉 也因此成了掛羊頭賣狗肉 現在是第三題 請用力轉 大力一點 來 紫辰 命運轉盤 GO 新文十四 我還可以看到 新文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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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奧妙 請出庭 在動物園裡的亞洲巷 最喜歡用什麼來洗澡 不但可以清潔散熱又防紋呢 A 泥土 B 陸穴 C 茅草 進食開始 第一個直覺是泥土 泥土啊 因為你知道大象都喜歡在泥巴沼澤裡面 滾泥巴 因為他們說真的可以散熱啊 這個是有聽過 可是清潔 泥巴可以清潔嗎 我會敷那個泥巴啊 我覺得我們要不要求救一下 如果真的不確定 不要浪費嘛 對啊 不要浪費 大象你熟嗎 大象 我怎麼會熟大象 大象你熟嗎 你們這邊他比較見多是嗎 對啊 我也覺得 好啦 我們求救啦 求救 可是你們講得很好 泥土為什麼不選 因為 因為他現在生一條命 對啊 而且第三條他不敢 他不敢那麼直接 對啊 我們在那個什麼 洗溫泉那邊 泥巴 可是要水清洗 可是他為什麼出這個沐穴很奇怪 這個答案 茅草還看得到 泥土還看得到大象 哪來的沐穴呢 大象應該比較少有沐穴 對啊 他可能知道這樣 所以會收集一支沐穴給他 只是我們沒看到而已 要不然泥土茅草很容易 怎麼會出來一個沐穴呢 對 對不對 我個人如果比較調皮 我選沐穴 你是滿調皮的 好 請插箭 3 2 2 1 不行 好害怕 小心 我剛剛像他這樣噴著 我也很害怕 你真的小心 我們看一下 台北市立動物園為亞洲象 提供木穴 它是提供木穴 一般是找不到這種 可能在大自然 它可能是會去削那個樹 掉下來 自己去磨 對 混入木穴的沙坑碗 如記憶床墊 亞洲象會直接躺入木穴 始終相當享受 沾有木穴的身軀 能夠保護動物預防蚊蟲叮咬 甚至還可以幫助動物清潔 散散熱啊 算是動物界頂級的沐浴材料了 原方透露 他們時常帶著木穴到處跑跑 其實傾盆大雨時 木穴變得失年 他們仍舊愛不釋手 還會偷偷從別人身上 去收集木穴 噴灑在自己身上 這麼調皮啊 平常不太會黏 下雨會更黏 對啊 反而想黏在身上 對他來講是好的 我想大自然 有很多會掉下來的木穴 他可能想辦法去找 我只知道養藏鼠要木穴 對啊 大象也要木穴 對啊 你看 表示真的很軟綿綿 對 舒服那個觸感 第三 第四題 第四題 劉璇 來 請用力 劉璇請準備 命運轉盤 GO 是 來 養生保健 養生保健 好 請出題 可以 開始 對 台灣人愛科瓜子 研究發現 常吃哪一種瓜子 有助於心血管健康呢 A 白瓜子 B 黑瓜子 C 蠔瓜子 計時開始 白瓜子 黑瓜子 蠔瓜子 黑瓜子就是最一般的瓜子 對 就是醬油瓜子 蠔瓜子就是 就是 哈姆太郎吃的那種 就比較細長的 倉鼠式的那種 哈姆太郎 對 白瓜子 白瓜子 比較立體的那種 白瓜子就是白色 很像南瓜子 對 白 我覺得 看在焦情那種 蠔瓜子我會提出 我也覺得因為太常見了 不是 還有醬油 對啊 可是 白瓜子會不會真的 就是像南瓜子一樣 白瓜子 白瓜子是從哪裡下來的 白瓜子 白瓜 白瓜子 白瓜子 五 白瓜子或葵瓜子 只剩一條命了 三 好 相信你 白瓜子嗎 白瓜子嗎 請插件 第一個 我可能會選葵瓜子 因為比較自然的感覺 對 因為白瓜子也應該要經過加工 才會變白瓜子 黑瓜子是因為沾醬油 對心血管 已經變黑 對 絕對不會就要剃掉一個 含鈉量也比較高 中醫師啊 陳俊傑表示 白瓜子在眾多瓜子當中 蛋白質含有 含量比較高 鈉含量比較少 所以鈉含量少 而大多植物種子都偏酸性 唯獨白瓜子又稱南瓜 它是南瓜子 我剛說對了 鈉含量有助平衡身體的酸鹼質 改善身體狀況 可以有助心血管系統藉質降低 患上心臟健康等症狀 不過吃多的熱量也高啦 對啊 其實過年 過年放假要特別小心 不小心就吃很多 對 接下來進入第五題囉 來喔 第五題囉 你是多少錢 三十萬 三十萬要進入得分圈囉 不要開玩笑 我不能給他出意見 對不起 剛剛不應該給他們意見 命運轉盤 GO 下輪 拜託 有效的成績啦 有到了沒 養生保健 請出題 晚上八點到十點 B 下午三點到六點 C 晚上七點到九點 計時開始 我爸爸有糖尿病 他都是早上去運動的 可是這是因為他早上有時間嗎 還是醫生有跟他講 就是他很早期 我覺得糖尿病 應該會跟胰島素有一點關係 胰島素什麼時候要打 吃飯前後 我覺得晚上七點到九點 四 吃完晚飯嗎 吃完晚飯的觀眾嗎 要擦 請插件 我就直接去走檢查 你真的嗎 你要這樣 這麼相信我 三一 下午三點到六點 什麼 三點 好可怕 好可怕 得分圈 得分圈喔 三十萬 開什麼玩笑 吃什麼簡單體育物 你是人嗎 一篇發表一生理報告期刊的研究表示 對第二系統糖尿病的患者而言 下午三點到六點運動時 新陳代言遠高位早上八到十點 運動的人 他們的胰島素敏感性 空腹血糖 運動表現及減脂效果 都有更好的表現 最後一題咧 我也覺得有點血糖低了 我現在有點快暈了 最後一題 怎麼辦呢 來 健俠先拿好血 好緊張 好囉 來 流血喔 這題過三十萬喔 請用力 命運轉盤 大家不能講話啊 來 吃飯了 再來一次養生寶劍喔 養生寶劍... 養生寶劍 C 立馬豆 計時開始 這三個都有在... 我有聽過立馬豆 因為我們學校有一個 立馬豆的標項還是什麼 這三個都是在... 在就是... 以前是那個傳教士 可是不知道是誰是最早的 我投立馬豆一樣 你投立馬豆喔 因為我以前在福大電視的時候 因為福大是... 那個... 天主教的 喔 對... 這題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耶 天主教... 那把立馬豆刪掉 因為天主教 他是說上... 天主教裡面不會出現上帝嗎 不是也會嗎 天主教是說耶穌 是... 聖母瑪利亞吧 是 你要這個嗎 三 那哪一個 二 請... 插箭 三 就是這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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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馬豆 立馬豆 好 畫畫 就在那個故宮魂場 有男士林的作品 阿財 你上帝不是天主教 你學校有立馬豆 那就是立馬豆 真的 我們心臟現在稍微正常 我快嚇死了耶 三十萬耶 立馬豆是第一個 把基督信仰造物主 翻譯成中文的天主 上帝的人 一開始他認為天主 以此可謂是英譽跟字譽兼據 因為中國人敬天嘛 天之主宰正能詮釋 所以後來他在詩經 孟子論語等古代的典籍當中 看見上帝一詞至高無上 因此立馬豆提出了無天主 乃古經書上所稱上帝也 的論點 主張像中國人就用了上帝或天主 來稱呼造物主 這用語也決定了天主教後來的定位 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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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製作單位其實有驚無險 對啊 沒錯 好多 最後一提三十萬耶 本來講對得差錯了 真是 太幸運了 我們製作單位太幸運了 女孩上場客家台的 來 請 好 3月22日起 每週一 週二 晚上10點鐘 可以準時收看客家電視台的 女孩上場 我們是全亞洲第一部 以女子籃球為主題的電視劇 非常熱血 也非常感人喔 謝謝大家 請大家支持 客家台的戲碼 這名是百副長李琴槍 以及Panasonic 真無限藍牙耳機 打開會是中文台 歡樂 亮起來